簡書雜295億賓購Instagram 全球最大社群網站臉書 前天由創辦人薩克伯宣布 已高出市價一倍的10億美元 收購當紅手機照片分享軟體Instagram 它在蘋果App Store推出一年多以來 下載次數超過3000萬 也被蘋果評為2011年度最佳應用程式 這次是臉書自2004年上線後最大的收購案 Instagram是手機App 專門把手機用戶拍的照片 美化修圖變得很好看 但臉書收購Instagram後 引起許多使用者怨聲載道 希望臉書能繼續讓Instagram和臉書分開 不要被合併 不過這項收購案卻讓Instagram 十多名員工開心死了 因為他們瞬間身價漲到10億美金 只中也樂翻了 但有分析家認為臉書買貴了 不過也有分析家認為 臉書是為了對抗Google等強敵 同時企圖藉著重大臉書陣容 拉抬5月將公開上市的股價 科技部落客則等著看臉書是否能信手不會收掉Instagram的承諾 因為過去被臉書並購的網站 大多難逃被收掉的命運 年僅26歲的Instagram共同創辦人西石壯 在公司被臉書並購後馬上擠進1萬富翁的行列 動新聞松核報導 去現撈 自衛隊 刻作的 其實已經豬